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交称了一家人 就是已经 哇 我这种 但他们有漏出来 其实这个是比较纠结的吗 就是 但是这个确实很困难 我觉得是因为齐琴刚才有点 让那个谁无配有点失望了 失望了 好 来接下来啊 看看凯文会不会 按照我们的推理发给威廉 我觉得凯文应该会发给小威吧 来吧 好 2 2 2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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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啊 精彩了 精彩了 三个女生都是目标一致 果然女人的心思最让开 对 女人心海底针 按照这个逻辑推的话 就是长得好看就OK完事了 这也能推明白了 我们说只说到后来了 最开始带着凯文转整个房间的是 是他 去沉一沉 那他干嘛要帮那个威廉提东西呢 因为当时张天在吃香蕉 他没有吃东西 他是不是觉得有点空空的 自己不知道该看什么 尴尬 所以才觉得去帮个忙比较好 但是他那个爱心是画给谁的呀 他可能就画给自己了 自己习惯性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说他们在户外的时候 在那边在聊到 聊到那个看贝拉拉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强的一个 桥梁搭起来 对 但事实也证明说明一辰魅力很大 你看女生都发给他 对 而且其实女生可能会 主动这样子的男生 可能会第一眼被看到 但是我觉得 其实男女 女生还是都喜欢 比较低调的男生 但是你平时不说话 但是一说话就说到重点 或者是一说话说得很精辟 我觉得女生会 反而会被那一瞬间 就因为有反差感嘛 就是平时安安静静的 但是一说话就会让人觉得 好想知道信息内容 想知道信息内容 想知道信息内容 是不是没问题 是这样的 我还有一个设题书 虽然我们很可惜 没有拿到这个真爱原始 是 感谢观看